对于8090后而言 能在一个悠闲的午后 读上一本金庸武侠故事书 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不过说来遗憾 那时候可没有如今 这般方便的互联网 即便遇上一些不理解的剧情 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讨论 于是一些问题 一直留在笔者心中 比如天龙八部中 那强大的逍遥派是如何灭亡的 这事就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到了故事的结尾 虚竹统领的逍遥派 不说是武林中的最强门派 至少也能与少林丐帮争雄了 可为何短短数十年之后的射雕时代 已经不见逍遥派的传人了呢 虚竹死后 逍遥派就彻底灭亡了吗 结合书中的细节来看 答案或许并非如此 逍遥派还有一位末代掌门 一 两次改书后的金庸武侠世界观 如果金庸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处于独立的世界观里 那逍遥派的传承自然就不需要考证了 但金庸武侠的各部作品都是处于同一个世界观的 比如逍遥派并非只在天龙八部这一部作品中被提及 新修版的《笑傲江湖》中 人物行在介绍西星大法的来历时就提及了逍遥派的字眼 我这门神宫创始者是北宋年间的小瑶派 后来分为北明神宫和化宫大法两门修习北明神宫的 是大理断氏 那位断皇爷出绝将别人毕生修习的功力 吸了过来作为己用 似乎不合正道 不肯修习 很明显断皇爷指的就是断玉 而新修版《射雕英雄传》中也明确提到了虚竹的存在 北宋年间丐帮帮主萧峰以此妖斗天下英雄 极少有人能够挡得住他的三招两势 气概当势 秦豪束手 当时共有降龙二十八掌 后经萧峰及他异地虚竹子山凡就俭 取经用红改为降龙十八掌 张力更厚 基于这一前提 逍遥派若正常传承下去 理所应当会在双雕时代出现 可为何他们灭亡了呢 二 虚竹的去向 虚竹最终的结局在书中是没有被写明的 哪怕是新修版的故事中 也未明确提及虚竹最终的归宿 只是提到在正篇故事结束之后 他依照肖峰的嘱咐 代替肖峰收了一位丐帮少年作为传人 将降龙十八掌与打狗棒法传给了那位丐帮少年 换言之 虚竹至少在天龙八部正篇故事结束之后的数年 甚至数十年之内都依旧活跃于武林之中 并未退淫 但虚竹始终是个不喜欢争斗之人 当他有心淡出武林之时 有几条路可供他选择 其一是随孟姑一同回西夏 其二是再度出家 毕竟他一直都是有心重归佛门的 其三则是带着孟姑浪迹天涯 没人能够猜透虚竹会选择哪一条路 但无论他做了哪一种决定 都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解决 那就是逍遥派灵鹫公这些部下该何去何从 这帮人向来都是只听命于掌门的 逍遥派不可一日无掌门 哪怕虚竹再糊涂 也不可能会辜负师父的一命 让逍遥派在自己的手中灭亡 他理应要完成逍遥派的传承 不过谁能有幸成为他的亲传弟子呢 如果从虚竹的角度找不到答案 不妨从这个时代有哪些高手来推测 而有一位来路不明的高人 就有可能是虚竹的弟子 三 来路不明的高人 天龙八部结束后的数十年 写称他为后天龙时代吧 这个时代有哪些高人登场呢 虚竹段玉自然算是其中最强之人 甚至可以说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两座高峰 不过根据神雕侠侣的设定来看 这个时代应该还有另一位高人 那人便是剑魔独孤求败 纵横江湖三十余仔 杀尽仇寇败尽英雄 天下更无抗手 乌可奈何 唯隐居身骨以雕为勇 无乎 生凭求一敌手而不可得 称寂寥难堪也 独孤求败刻在剑种的遗言 就是对他这个角色最好的概括 而且从独孤求败刻在极柄 剑旁的描述来看 他的事迹绝非自吹自雷 不过这也是奇怪的地方 他师从河门河派 尤其是他生平所用的第一柄立剑旁边 刻着灵力刚猛 无坚不摧 若贯钱 以至于和朔群雄争锋的描述 如此看来 他不到二十岁 就已经有了无敌于天下的剑法 从这个细节来看 他的剑法绝不可能是自创 必然是如同金庸笔下的各位主角一样 是得到了某些前辈高人的传功 才能做到年少成名 那传功给他的人会是谁呢 答案不言而喻 而且从剑魔所用的独孤九剑来看 他的师父是虚竹的概率 也的确是非常大 四 破禁天下武学的奇招 独孤求败 赖以败进天下群雄的招式 即是那独孤九剑 书中其实并没有详细的解释 这套剑法是如何破禁天下武功的 更像是一门不讲道理的因果律武功 他只需在敌人出招之时 从总绝式破剑式破刀式破枪式破鞭式破锁式破掌式破剑式破气式 这九式中选出对应的招式就能够破解敌人的武功 不过照常规的逻辑来看 要破解一门武功必然要了解一门武功 而虚竹身上的武功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比如当初逍遥派是有野心从各大门派及其天下武学典籍 继而创出一门包罗万有的武功 那门包罗万有的武功是什么呢 书中没有说明 可天山同老所展示的天山折眉手就符合这样的定位 用同老自己的话说便是 我这天山折眉手是永远学不全的 将来你内功越高剑式越多 天下任何招数武功都能自行画在这六路折眉手之中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 所谓的独孤九剑是由天山折眉手变化而来 就好比北明神功被修改为悉心大法 又如郭襄曾以剑使出打狗帮法中的招式 顺着这个逻辑 当年虚逐极有可能是在退隐之前找到了 还是少年的独孤九败 于是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并将掌门之位传给了这位少年 同时也告诫这少年要杀尽天下贼寇 那少年自然也照做了 只是随着他不停的击败对手 内心的求胜心就越来越强 如此一来 一切就说得通了